苏州顾的央街科技花润为第三代半导体龙头策略解读 大家好,我是成功,案例模型仅供学习不过程投资兼业 咱们今天通过这三个案例模型以及半导体的ETF 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三代半导体以及半导体的投资机会 咱们主要是帮助大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去确立起涨或者是起跌的标准 所以咱们的视频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收藏起来反复学习,反复观看 好,咱们先看一下第三代半导体这个指数 对于日线形成下跌趋势的 我们可以看周线645点 那么周线它还是收出了一个金针探底的起涨K线 那么同时我们结合主力买力也出现了起涨的标准 所以这波反弹就属于周线级别的 我们再回到日线 那么对于它在突破所有均线形成多头排列以后 那么它本身技术面就有回踩年线的要求啊 所以这波回踩刚好也是在半年线和年线出现一个指跌 但是对于目前反弹的力度 我们看到了其实力度是不强的 所以它在弱反弹以后还有往下回踩的要求 实际上反弹的压力位就是前期的一个小的成交密集区 大概在一千附近 所以对于第三代半导体啊 这个板块短期是不适合于太过于追的 稳健的朋友可以等它二次回踩确认以后 出现低位的一个放量的大涨 这种情况讲 我们去参与它C浪下跌后的确认气量机会 B浪的反弹幅度一般不会太大 好咱们再看一下半导体啊 但是对半导体这个指数就相对比较弱一点了 同样啊 它形成了下跌趋势2023年 我们看一下周线是否出现了气场的标准 好 我们看啊 它还是比较标准的啊 周线级别 它会保持在上升趋势中 达到年线 经测探底 同时出现了阻力买力和阻力趋势量的底部的一个资金流入 那么这边反弹也是周线级别的 从周线我们看 它是反弹到前期的称交密集区 这是一个压力位了 也是最上方的均线 出现一个回落 这是很标准的 当我们建立起这种模型以后 对于波谷的期涨以及波分的起跌 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做出判断了 咱们再回到日线 那么对于2023年呢 咱们通过周线找到了它的波谷模型 那么后期的反弹 半年线和年线实际上就是压力 因为它在下跌趋势中 压力重要 而目前的灰彩呢 已经踩到了前期的低点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出现了抵抗性的指电 你看量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量 它也很难反弹的起来 所以如果在低位前低附近盘久了 不能出现反弹的情况下面 那么后期往下的概率就加大了 但是往下 我认为空间不大 反而可能砸出一个黄金坑来 我们再从政策面 基本面解读一下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先看政策 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而这三项的政策的刺激 总金额将达到867亿美元 另外 这下法案还授权未来十年 拨款2000亿美元 以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 那么它是利好国产替代的 而真正市场需求最大的 实际上是28纳米以上的芯片制造 对于3纳米5纳米这些高端的芯片来说 其实市场的需求目前来说还不算太大 28纳米以上的精英制造 咱们国内基本是可以实现国产体态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条消息 英美达IMD向中国出口高端的GPU受限了 美国要求申请新的许可证 包括未来性能高于A100的芯片 都将受到新规的管制 而这两款产品是专业计算的GPU 面向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场景的 也就是说只要是高端芯片 老美是通通的静止 不管是全面断供 还是不分限制 对于芯片的国产替代 它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它仍然是利好 我们国内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 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解读的一些案例模型 咱们再从概念应用市场三个方面 解读一下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先看概念 第三代半导体是以氮化加碳化硅锡化型 等宽带半导体原料为主 更适合制造耐高温耐高压耐大电流的高频大功率器件 再看应用 具有战略性和市场性的双充特性 是推动移动通讯 新能源车 智能电网 通信传感等产业创新 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是实现双碳目标 东数西算 战略和保障 国家产业安全的重要支撑 我们再看市场 随着外围环境的影响 市场开始重新重视 半导体产业国产化的重要性 最核心的环节是设备材料以及其他细分的分支 比如EDA 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整体已从启动期逐渐向高速成长期过渡 那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既然市场前景广阔 咱们今天就通过ETF和个股的案例模型 给大家解误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半导体ETF 对于半导体ETF 它完全跟踪的就是指数了 对于日线来说 前期低点附近 但是充交量相对是萎缩的 所以这个位置 其实是适合于开始定投了 因为它已经处在相对低位了 我们看它周线 对吧 是在年线附近 那周线到达年线附近 其实就有反弹的机会了 这个位置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是亏损的 我们才开始分批的定投 那么我们的胜算是非常之高的 大概率是会实现稳健收益的 即使后期有一个往下的破位再砸一脚 那么我们通过分批定投的这个策略 摊低成本最终 我想会取得理想中的收益 所以稳健的上班逐大 没有起涨标准的 我都建议大家去做ETF会更安全一点 最少先让自己能赚到钱 实现稳健收益 我们再去摸索一些比较激进的策略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案例模型 苏州固德 咱们还是从赛道估值成长性 最后到技术面综合做一个分析 我们先看一下赛道 HGT电池淹料低温阴江第三代半导体的龙头 公司具有从千端芯片的自主开发 到后端成品的各种分装技术 兴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在太阳能电池 应将领域技术完全自主研发 冤材料全面国产化的领先者 赛道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估值 47.5倍的东台市盈率 它略微还是低于历史均值的 F10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财务分析 2018年当时贸易战 净利润有一个降低 20年是疫情刚开始爆发 有一个降低 那么最近两年 这个净利润还是比较稳健的 今天上半年也是22.58%的一个增长 我们再看它盈利能力指标 毛利率17% 相比之前变化不是很大 去年的总资产报酬率在8.4% 加圈净资产收益率是10% 那预计今年的总资产报酬率也能在8.4%以上 盈利能力还是可以的 我们再从它的资金面做一个分析 我们先看北上资金 那么从北上资金我们看 黑色的这条线是股价 那么股价在这波下跌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北上资金像过山车一样 先是大幅的买入之后又再次溜出 包括这两天有一个小的反弹 但北上资金其实也是溜出为主的最近 那么它反映到K线上 就是在这波下跌的过程中 北上资金来是大起大落 先是大幅买入 那之后又快速的又卖出 包括最近这几天的反弹 其实北上资金的并没有买入 仍然是以卖出为主的 咱们缩小一下 从它的总体趋势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是维持在日线的上升趋势中 那么我们去关注它连线附近的 这种关键时间窗口期的交易机会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 任何一个交易系统 它都是有错的时候 一旦出现失败 严格的置身 只要我们能保证 偶尔失利以后 小亏出来 在大压多数情况下 都是有收获的 获利的 不要变成亏欠 能最终把利润放兜里 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财富的积累 我们通过复利的方式 实现财富的稳健增长 这才是我们实现财富自由 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 老朋友一定要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新朋友关注成功 那咱们粉丝朋友多了以后 那成功的会把咱们这种智能亮头的编程的课程 在咱们平台免费的去交给大家 帮助所有支持成功的粉丝朋友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好 咱们再看到现在 那么如果说日线形成下跌趋势了 7块6毛7 我们可以看到周线 日线形成下跌趋势 我们去看周线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你看周线出现的这些区长 一般也是在年线附近 周线呢 它会保持一个上升趋势 那么如果周线形成下跌趋势呢 我们看到月线就可以了 其实最长看到月线就可以了 你看这块 周线也形成下跌趋势了 3块8 那我们就看到月线 好 这样我们看到了 那么月线即便 它会给出我们 7张的标准 基本在月线 它就会保持一个向上的趋势了 如果月线也是空头排列的这种股票 做都别做 看都别看 任何一个好股票 月线级别都是上升趋势 只要打到半年线或年线附近 出现这种关键交易时间窗口的 基本来说都是反转的机会 所以投资难吗 其实不难 很简单 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交易系统 好 咱们再回到日线 那么既然7块6毛 7呢在周线找到了 所以这波反弹 是不是就是我们认值范围内的收益了 那么涨多了 比年线的关键率大了 高开低走 这是一个天鹰线 是迈出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回财 其实年线 它就是支撑了吗 那么从目前我们去看 它实际上是先缩量 缩量完了以后 来出现一个放量 但这个放的量呢 不是很大 所以这块呢 反弹所属于弱反弹 我们把它看成必当的反弹 那么必当反弹完了以后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对吧 从外资来说 其实这个小反弹它还是流出的 还会有一次C浪的下跌 C浪下跌完了以后 再次出现这个倍量的欺涨 那么就是真正的 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关键交易事件 传统期了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杨洁科技啊 先看赛道啊 功率半导体 汽车芯片第三代半导体的龙头 中国半导体功率器件的十枪企业 公司一季度在新能源汽车 功夫 风光储 等应用领域呢 持续快速的放量 业务占比有21年的20% 提升到了22年的30%左右啊 毛利率也是出现了一个稳步的提升 毛利率的提升 是这个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啊 重点拓产汽车电子 光夫储能 分能等行业的头部客户 目前已经陆续获得了 宁德时代 比亚迪 华为 阳光电源等头部客户的认可和订单 所以从赛道方面分析呢 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动态适应率 29.4倍的动态适应率啊 它是远远低于率是均值大 我们再看它的财务分析啊 18年贸易战 它确实有一个降低 但是之后我们看到了吗 这个增长是非常之稳健的啊 今年上半年啊 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70.613% 这个增长幅度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我们再看它的盈利能力指标啊 我们先看它毛利率36% 相比于去年35% 20年的34% 19年的29% 稳步的提升 那么它的总资产报酬率啊 去年是12.75% 相比之前也是出现了比较稳健的一个提升啊 加圈净资产报酬率是在16.71% 那么预计经验 这个总资产报酬率啊 也能维持在12.75%之上 所以它的盈利能力没有问题 好 咱们再从北上资金呢 解读一下啊 那我们从北上资金看啊 你看黑色的是价格 它在下跌的过程中 其实北上资金呢 是有稳步的一个加仓的 总体来说是净买入比较多一点 对应到价格上面啊 从三月份啊 这波下跌 我们看到了 北上资金呢 其实总体 它是以加仓为主的 所以对于啊 央节啊 这波下来以后呢 我们到底什么样为止关注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好 我们再先看一下啊 成长性分析 好 机构给出了一个目标价 89.77 买入的拼级啊 那么它的美股收益和净利润 从22年到24年 也是稳健增长的 好 咱们再来分析技术面啊 那从赛道业绩啊 成长性确实不错啊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上升趋势中 同样 去关注年限附近的 这种关键交易事件创组期 就可以了 目前呢 日线级别 形成了下跌趋势 所以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反弹 但属于弱反弹 你看这个量太小 所以他弹不了多少 还会有探比的这种要求啊 关键是探到什么样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结合一下周线了 周线因为他时间比较长 这个节奏感会更清晰一点啊 那么对于周线来说呢 我们看到了 央节之前的支撑呢 基本是在周线的60周线 但是这次破掉了 所以他的支撑呢 是周线的半年线 然后我们再划线一下 我们从他的高点 再到他的低点 我们做一个划线 趋势线 趋势线的下跪 那当然是有支撑的嘛 然后我们再去结合一下 前期的一个支撑位啊 前期的一个高点支撑位 那么大概半年线 50附近 他是有支撑的 咱们一步一步看啊 别一下看到年线 年线的才40 这个目标确实有点远 但是在50半年线附近啊 这个位置一旦止跌了 是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点 这是空间上的 我们再回到日线 那么从日线我们去看呢 他这个是一个上升趋势的 关键交易事件装口机 那么在他连续的震荡 缺口上不距的情况下面 缺口附近了 就构成一个卖点 买点卖点非常清晰 所以即使他反弹幅度不是很大 只要我们能建立这种买卖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小波段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位置缩量反弹呢 很显然反弹的力度呢 应该不是很强 我们后期需要关注量的配合的一个情况 反弹完了以后 他的重要压力就是前期的成交密集区 大概在62附近 那么反弹完了以后 他还会有再次的下跌 那么对于50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位置啊 其实刚好也是前期的一个支撑位 50附近 从公交给大家的都是方法 逻辑建立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严格执行纪律 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理想中的收益啊 才能防止被机构收割做小韭菜 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华润威啊 先看赛道 中国领先的拥有芯片设计 晶圆制造分装测试等 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能力的半导体龙头企业 功率半导体 汽车芯片 碳化硅领先的企业啊 他的毛利率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提升啊 其实呢 主要原因 包括产能利用力的提高 产品和客户结构的改善 价格提升 是他主要的原因啊 所以花润威的盈利能力呢 也是出现了不错的一个提升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动摊适应率 26.6倍的动摊适应率啊 也是远远低于率是均值的 F10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成长性啊 18年猫一战 他实现稳健的增长 19年略微有一些降低 我们看最近几年啊 稳步的增长 今年上半年 26.8%的一个净利率增长 非常漂亮 我们再看他盈利能力 毛利率37% 相比之前啊 稳步的提升 所以从毛利率这块看的话 花润威阳节科技比苏州顾德 就要漂亮 总值算报酬率去年是10.6 加圈净值算收益率15.4 那么预计今年也能在10.6之上 所以他的盈利能力成长性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北上资金 那么从三月份啊 股价开始震荡攀跌 其实北上资金呢 总体是净流入为主 最近这波下跌 我们看价格是下跌的吧 其实北上资金也是有流入为主的 表现在价格上就是在他弱势筑底的过程中 其实北上资金是有一些分低抄底的迹象的啊 关键是后期他调整到哪块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 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具体分析啊 好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成长性和机构给出的目标位 66.12买入的评级啊 他的盈利增长和净利率的增长也是非常稳健的 好我们看技术面 那么66机构给到的目标位啊 那这个空间在前期高点附近啊 如果再往下踩一脚 打到66这个空间其实也不小 关键我们要测量一下他往下的空间 那么从目前我们去看 其实A缩量的一个修整 很显然这种量的很难谈得起来 也就是说他还有往下踩一脚的要求啊 我们同样缩小下来看一下上升趋势中 我们同样关注年限附近的这种关键交易事件创组期 下跌趋势中我们自然就看周线了嘛 我们看周线了嘛 他属于筑底阶段 在年限附近还形成一个偷肩底形态的筑底 好咱们再回到日线啊 那么对于日线里边 我们43呢通过周线可以找到压力 就是年限每一次打年限呢 他就飘下来了 那么对于下方的支撑呢 我们同样啊可以给他划线一下 我们通过他的上轨 划线再划到下轨 那么我们就清晰的看到他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这个位置因为没量 大张的概率就不大了 叙使一下震荡一下 还有往下回踩的要求 那么支撑就是他的下轨 48附近 我们呢也可以给他再划条趋势线 其实就是前期低点附近啊 大概这个位置呢 在48到49附近 这是一个支撑位 那么通过他的赛道分析 估值成长性 以及他的技术面 我们综合进行分析以后 是不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 关键是学习成功的逻辑和方法 去建立去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所有的安理模型啊 记住 仅供学习 不固承投资建议 切记盲目的 在不懂逻辑的情况下 也没有止损标准的情况下 乱操作 成功只想把好的一些方法 逻辑和理念给到大家啊 好 如果认为成功的视频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长按三秒 来个强烈的点赞